各位朋友,三年后,第一滴血又出了一部续集 这一部,打斗和烟火更为华丽,动作也更为血腥惨暴 请看影片中的片段 不仅如此,该片还出现了靓丽的美女,加入了爱情的热吻,铁鞋中蕴含着一丝柔情 续远离的烟火仿佛让人回到了越战现场,甚至远远超过战场的激烈 奉献给人们一驱荡气回肠的视觉盛宴 上次说到,约战,美国两千多人失踪 这部续集就是围绕战俘来展开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因为烧毁破坏小镇,被判刑五年 影片从兰博在采市场进行劳动改造开始 上校找来,要求兰博参与一项搜救任务 如果完成得好,可以特赦免除这五年的刑期 兰博答应了 兰博被带到泰国的美军基地 被告知,此次任务是去越南搜救战俘 只能拍照,不能与对方发生交战 现在大家观赏一下兰博发达的肌肉 简直就像大理石塑造的一样 登基前,他在为此次行动正做各种各样的准备 磨军刀,装子弹,视瞄准,调试相机,弓箭包破装置 并最后检查了一下他心爱的军刀 而后,飞机在木色下起飞 因跳伞时出现意外 他被迫割断绳索,抛弃了大部分高科技设备而降落 着陆后,兰博,奢水翻山,爬岭,朝着目标而去 途中,人影一晃,居然是来接应他的美女 消除误会,英雄加美人的戏剧开场了 至此,影片终于出现了漂亮的女人的身姿 二人经过侦查,熟悉了四周的地形 商议后,最终确定了潜入的方向 在进入军营前,兰博把弓箭调试好 决定有兰博打头阵进入 他用军刀熟练的扭断贴丝 开始了电影史上最为精彩的一段 支撑侦查敌营的好剧 你看呢,时尔扑夫,时尔四下观望 身形交结,辱辱无人之境 终于,他发现了一战俘关押地 里面的战俘在苦凹等死 忽然,他发现一个被调的美国士兵 他上前割断绳索,把士兵放下 逃走的路上,突然碰到了巡逻兵 兰博一个飞刀正中心前,士兵倒地而死 不幸美女被人发现 并用手枪直到他的头,紧急关头 兰博一箭将其射死 第二天清早,粤军发现了士兵被杀 马上鸣枪吹哨 部队几何,整个军营一阵骚乱 循着兰博撤退留下的印记 他们沿河进行搜索 追到岸边,兰博三人一离开 粤军调用快艇追击 兰博发现死来的快艇,情况危急 这时海盗反水,兰博用两把飞刀干似刺枪的海盗 夺枪一阵狂扫,海盗应声落水 快船越来越近,并朝船上射击 兰博命美女和战俘跳水 躲过密集的子弹,兰博用火箭筒把快艇击中 几声爆炸,火光四起 突然,船顶一海盗扼住了兰博的脖子 一时脱身不得,快艇马上就要撞船引起爆炸 经过一番搏斗,兰博用刀杀死海盗,跳水逃过一劫 逃跑的过程中,兰博辞别了美女 带着营救出的一名战俘前往约定的救援地点 兰博和战俘遭到了越军的追击 按约定前来救援的飞机出现 本意味可以成功逃脱 救援飞机接到了基地返回的命令 兰博这时被追上来的越军包围被迫缴械投降 他们把兰博放置在粪池里,身上爬满了马黄 等待苏军的审问 兰博被绑在电刑架上,经受严刑拷打,拒不妥协 苏联军人没有办法要把战俘的眼睛挖出来 兰博假意呼叫总部,暗中却在盘算着如何应对下一步 猛的他用对讲机砸向苏联士兵 在美女的协助下逃离了军营 二人来到了小河边,情意缠绵 回忆一路的艰辛,两人热闻 这也是当时电影比较卖座的原因之一 可是美梦刚刚开始,不小心就被追上来的约军枪杀倒在池塘而亡 兰博把被枪击而亡的美女下葬后 在墓前久久徘徊,心中怒火中烧 开始了他的复仇之路 群庸追来的约军 兰博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小村庄逐境的芦苇地 然后交上了汽油 等待那些军人围过去的时候 点燃了那片芦苇 一击之力消灭了敌人 这时他又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军车 连射几件 把军车悉数毁坏掉 驾着抢来的飞机 返回敌营 对着敌军阵地 狂轰滥炸 一片火海 狼烟四起 他居高临下 对着地面上敌人 疯狂进行扫射 当敌人被消灭的差不多时 南波开始营救战俘 在归去的途中 突然遭到了苏联直升机的追击 这时候苏联飞机靠近 抑郁消灭南波 一个火箭筒 把敌机四分五裂 开着伤痕累累的直升机 一路艰难的返回美军基地 南波回到基地下飞机后 第一件事就是对 言而无信的基地军队头目 进行报复 他用枪把办公室打个稀巴烂 一泄心中的怒火 最后把上司摁倒在桌上 一把尖刀狠狠地插在桌上 以宣誓自己对他的不满 上校与南波交谈 邀请南波返回美国 但是遭到了南波的拒绝 该影片1985年5月22日上映 投资2550万美元 票房高达3亿美元 虽然整体评价不高 但的确为人们奉献了一场视觉盛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来 Carbon prote tin 球 熊